哈喽,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番茄什么时候摘最好 那么这个问题看来很简单 那么很多人就想,那当然一定是那个最红的时候 穿红透了,摘就最好 这是不对的,番茄是由里向外红 那么所以说一旦外边红透了 说明里边已经熟得太过了 那么就像我手中的这两颗番茄一样 那么一颗是红透了,一个是刚刚开始可以摘了 那么刚刚开始可以摘的这个颜色有点绿 不要紧,这是我正可以开始摘的时候 那么颜色介于这两者之间 就是最佳的可以摘的时间 那么实际上番茄呢 它的这个红呢,只是说在这个光合作用多 作用下产生了一些乙烯 而让这个颜色发红 内部的糖分增加 而并不是因为它生长需要什么东西 没有必要让它继续在枝子上 因为它的只是进行光合作用而产生乙烯 使得这个表面变红 另一方面,番茄它由小变成成个了以后 它的size就是它的尺寸不再增加了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浇很多的水 这时候呢,这个番茄就会吸收很多水分 而受到热以后,它就会震破 它的皮就会震破,出现裂痕 那么出现裂痕呢,就表面不好看 所以商业种植一定要在这个番茄成形以后 甚至还有点绿的时候 就一定把它摘下来 摘下来,这样防止出现裂痕 而顾客呢,不喜欢,不愿意购买 在没有变得熟透的情况下 那么它的皮呢,是比较硬的 这样的话也不容易创伤 这样的话运输起来也比较方便 另外一方面呢 那么在这个,在储存和运输准备到市场的时候 这个时候它们又外加一些乙烯的气体 那么吹熟了,就很容易就把这个就变成红红的 非常好看 我们摘下来以后放在家里 那么我们过两天就会发现 它自然的,它也会变红 因为它们放在一起以后 会有很多的乙烯产生 然后让它慢慢的都变红了 所以一样 我们获得同样的商业种植的效果 另外一方面,如果这个番茄在阳光的暴晒下 它的表面会有灼伤的这种感觉 这样的话,它这个灼伤的部分就是黄的 它永远不会变红 或者是变红的速度非常的缓慢 在这个种植的过程中 如果发现这个番茄爆晒 那么我们最好上面进行折挡一下 这样的话,或者是把这个水果摘下来 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避免这个因爆晒而造成的灼伤 另外一方面,番茄如果在上面太熟了以后 这样会糖分增加,从而吸引很多的动物或者是昆虫 甚至是害虫来过来 这样的话会使得你的这个种植环境遭到破坏 而且果实呢,遭到污染 被扔掉,浪费掉 一句话,番茄一旦长成形 颜色变得均匀的透红 就像我手的这种颜色的时候 就应该及时的全部摘下来 那么有的时候不小心会掉下来一个绿的 那么我这一颗,你看它已经泛红了 实际上在商业种植的时候 它们这个样的颜色,它们就已经摘下来了 那么摘下过早是不会影响这个番茄的口味呢 实际上不是 那么番茄的口味是根据你这个番茄的品种 以及含微量元素的多少 以及糖分的多少 不是因为颜色的怎样 或者软硬度来决定的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欢迎大家订阅并转发给更多的人 那么你的小小的一点帮忙 就可能帮助我们去做更多更好的视频 欢迎大家浏览本频道 分享美国生活 谢谢大家